我走 拼了拼了 打着赤膊 匍匐前进 但地下不是磨人的石块 而是冻死人的冰块 一旁有人不断起后 男子越爬越起劲 挑战冰雪天堂路 勇气可嘉 台中武林农场临下一度低温 地面布满碎冰 抬头看结冰成网状 更像是冰雪皇宫 另外美丽奇景 还有南投猫罗西 溪水上方飘散白烟 仿佛置身仙境 冷到冒烟 烟雾弥漫 又像是温泉般的蒸汽 专家说由于气温低 水温比气温来得高 河边蒸发的水气碰到冷空气 预冷凝结成雾 秋冬的限定美景 还有苗里通宵落雨松 树叶由绿转红 空中俯瞰 两公里长的落雨松 已经变色相当壮观 仿佛室外桃源 气象局说 从二十八号到周末 又有新一波东北季风南下 尤其北部东北部 跨年夜到元旦湿湿冷冷 民众得做好保暖准备 解中部综合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